每周五本节目在干净世界独播 欢迎订阅经营论坛在干净世界的频道 美中首脑会晤 美国方面没有任何让步 拜登走出来的时候他没有效 没有联合公报也没有联合记载会 都是各自在表述了 现在中美关系没有那么重要 最主要的是中共自己本身内部乱举 俄罗斯跟中共合作来迅速扩展它的核武 这对美国来讲就是很大的威胁了 朋友之间是靠新人了 敌手之间是靠监督 美中双方就有一个承诺说要恢复高层军事对话 以前中方军事对话的人叫做李尚福 未来会是谁来负策 真的谁都不知道是吧 国防部长出不来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 终搞的是超限战 也根本就不是核武器的问题 订阅精英论坛在干净世界的频道 我们每个星期五会有一期节目 在干净世界独家播出 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叫做李尚将焉罗斯和杨教 nickим 感谢观看